今天我们受邀来提前体验一下PS5 相信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对吧 听说这一次的DuoSense手柄有非常多的新功能的加入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 来试玩一下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PS5自带的一个游戏演示指南 然后它会展示咱们这个PS5上的一些特性 尤其是手柄相关的一些特性 可以今年的手柄体验不到 这是这一次新加入的一个功能叫自适应扳机 这个东西能让你在玩不同的武器的时候 获得不同的这种逼回馈的效果吧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使用一个机枪对吧 然后发射子弹的时候 它这个扳机会给你提供一个实质的回馈 往回去振你的手指 然后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可以让你很明确地感受到这个枪的扳机的感觉 当你用弓箭的时候 这个扳机又是另一种感觉 它是会有一种紧绷的感觉 相当于你拉弓的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拉弓 它手柄还会有一种微微的震动 就好像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拉这个弓一样 这个是叫动态感测 它是说咱们的手柄现在震动更加细腻 所以说里面的这个震动 往不同的方向去震动 感觉特别的神奇 这次这个震动反馈 在你的游戏中应该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感知 因为比如说你走在不同的表面上 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馈上的差异 在这种玻璃表面上走 就是会有很尖的反馈 轻微但是又很尖锐的反馈 但是你在这种错的表面上走 它的反馈力不尽那么大 感觉这么多反馈 会受游戏的不同的地形的影响 它进到水里轰动一下 这个东西在手柄上体现得特别的明显 当这个暴风吹过来的时候 这个手柄上面会有那种 细细细细的这种反馈 然后这次触摸板啊 精度有了蛮大的一个提高 我可以在触摸板上细腻的去写一个字 之后咱们在这个PS5上面输入一些内容的话 可能不需要用到键盘 也不需要你这样去点按按键 还是直接写字就可以了 这一次也是内置了麦克风 然后我看一下这张上面有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是可以一键静音的 这个如果是家里有家长 你这样让它看到你玩游戏的话 会比较的方便一点 PS4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之前咱们手柄上是有外放的 但是音质的话没有特别好 现在这个外放的效果 我明显能感觉到是 比之前有了不小进步的 其实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电视上和在手柄上 有不同的一个声音的反馈的 在手柄上我可以听见更多的这种特效声 对吧 然后咱们的游戏声音 还是在这个电视的音响里发出来的 所以说这就其实产生了一些区别了 那么好的 我今天是正式体验了一架PS5 我觉得这个PS5主机 至少在这个手柄的部分 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改进很大 我比较在意的点 主要是它的这个自身的扳机 对吧 你拿枪的时候它会哒哒哒哒往回弹 一个很高的一个频率去弹 然后你拿弓的时候它可以模拟那种 就是拉弓的感觉 会有一个很强的力回馈 那么等到PS5正式上市的时候 我们也会带来更多的 不管是硬件上也好 还是游戏上也好的一些解析 新的一些技术 我们也会做点分析 到时候也不妨来看看我们节目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